娃娃车里面推着狗狗 已经是成为我们日常的街景 那猫娃狗啊 过去可能我们只是家里头养着 随便它怎么过日子 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它们呢都从动物晋升为宠物 宠物呢容易有什么样的疾病呢 主人应该从哪些方面发现呢 还有呢要怎么治疗呢 当然很重要就是说 听说宠物看病很贵 那有没有保险 可以帮助爸爸妈妈们减少负担呢 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三位来宾 来跟我们讨论这个话题 我是台北市小布东医院的院长 吴乃胜吴寿医师 请大家多多指教 我是国泰市纪常物保险公司的副总经理 翁翠柳 很高兴今天来跟大家聊聊 大家最暖的话题宠物保险 我是27度公寓的五毛妈 那我们频道主要内容是 宠物友善民宿景观餐厅 不管狗或猫 其实在现在这个时间 目前他们最容易 然后最常死亡的原因其实都是肿瘤 对人一样 那肿瘤这件事情其实就变得是 你如果能够越早期的发现 当然就可以控制的越好 不管是手术或者化疗 这都没有想象中很可怕 你去找好好跟医生讨论一下 其实我们都有很多事情 可以帮助他们过得更好 过得更久 所以狗狗妈妈的肿瘤的高危险期 就是年龄大概会在什么时候开始 一般来说通常其实都是老年之后会比较常见 那目前来说大概大部分的医生 应该都还是会以可能七岁 以七岁类这件事情的话来去界定 我觉得跟人类一样就是吃的健康简单单纯 对他们是最好的 然后不要额外吃其他的零食啊 还有颈牙骨这一方面 然后再来就是每天就是吃完饭之后 都会帮他们刷牙 因为口腔细菌非常多 所以呢口腔的保健呢 对他们肠胃以及他们的健康也是非常重要 然后另外一方面是 我相信心情好会影响他们的健康 所以要让他们开心 对啊对啊对啊 有没有任何一种品种是宠物保险不能买的 品种本身有没有 目前的话我们宠物保险并没有针对宠 那个品种排除不保的事项 还是回到我们宠物保险的原始目的 它就是陪伴我们 这是我们的家人 但是如果你这个宠物是 这个动物是在当作表演 或者是一些竞赛 或者它有一些特殊的功能的部分的话 那就不会在我们宠物保险的范畴底下 毛妈您的宝贝们 有没有什么就医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 目前没有 哇 这么厉害 那你有五只耶 你怎么照顾到他们 竟然到现在没有什么就医的经验可以分享 就是没有大的那种看病的经验 但是基本上那一种像是肠胃炎那种偶尔会有 但那个都是小毛病 我觉得他们吃饭非常重要 家里的环境也很重要 厨师鸡两台 然后清淨鸡也两台 不然我们刚刚讲的这些疾病 其实他们在最开始的症状大概就是 精神下降 时序变差 可能会有体重销售 所以其实我都会鼓励四族要去固定追踪它的体重 因为感觉是一个很不准确的东西 我们都会希望尽可能把所有的数字都量化 那你如果有 也不用每天量 你可能每一两周就稍微量一次 如果它有呈现一个趋势逐渐下降的时候 或许可能就是第一个警讯 比较特别的部分就是比如说 我的猫猫狗有意外走失掉不见了 你必须去重置 寻猫寻狗狗 这是包括在里面的 或者是说我们的猫猫狗狗 因为我主人饲养 我主人因为有发生一些意外事故 我住院的 我必须把它寄养到 别人家就会到寄宿的地方去 这住宿的费用我们也提供的 然后呢或者是说 因为猫猫狗狗发生一些意外事故 我在国外出 他或在旅行的过程当中 我必须要赶回来照顾他 我必须要把我的行程都取消掉了 这些所产生的费用 也可以在包括相关的一些保险费用 所以跟宠物里面相关的一些 可能的意外事故 是都有在保障范围里面 爱他们 就要陪伴他们一辈子 因为他们也用他们的一辈子 在陪伴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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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